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没有讲股票话 只是讲是怎样去调养 做一些保健品质或者是调养身体的东西 今天会准备好这样子 这里是16柠檬 然后这个是最后放在里面的那种东西 这个东西也不便宜 有10块半 这柠檬毕丽大概都整一块了 然后这个是蜜糖 我们这样目前所做的东西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我们会将这个饿水 所以倒进檸檬里面就是汽出了那些辣 就好像苹果那些啊 那些水果啦 它们没有饱到新鲜的话 它们都有换这些辣的 然后当然你一倒进去的时候 那个水你看它会有些辣那些不同的 就是给它清除掉那些辣的那边 热水就可以给它汽出掉那些辣 比较好一点哦 同时之间也是会看到那个檸檬比较香一点的 就这样你会拖掉那个柠檬的辣 所以你就等一下子给它溶解了哦 ok 等一下我们会啊 怎样欠那边就等一下 之后先看一下那边啊 等一段时间你看那些辣会浮上来的 所以在反光的情况之下 你看到蛮多辣一下的 这种情况我们就那边再继续等一下 就给它那些辣啊 溶解在水那边 然后 制作出来那些柠檬会比较健康一点的 所以你看一下那边 蛮多辣的你看 白白在上面之前就杀了辣哦 ok 你看到这些水果啊 最后就算不管我们在哪里买都好 那些就是要去除这些辣 不然的话也是对身体蛮不健康的 因为除了股票之外 我们也是要讲究 啊身体健康 身体不健康 可以赚多少钱在股市也是没有用 现在就啊 先把它的水隔出去 于是蛮热的 好 我们就还要等一下死 然后再加一些水下去 给它冷却一下啦 然后就在倒水 吹了水之后 接下来啊 另外一个步骤就是 很简单的就是真的一样 切头大概是这样的 它前面这边 你看一下它前面头那边 然后切下去 就刚刚好 然后再切这边 就切头切尾 切掉它的那个什么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东西 为了更简单切切的话 通常我们是切一半 切一半这边 你可以看到很多种子 在同时我们要挑出来的 ok 通常种子是在种间啊 我们挑它种子之外 是它没有这样苦 如果你不怕苦的话 你可以连种子也是放进去的 通常我是会去掉的那个种子之味 呃 就是因为 做起来比较甜 先切掉那些种子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是没有种子 切的时候还需要再检查 这里还有了 ok 这个柠檬是蛮新鲜一下 你看蛮能巴力一下 然后就这样切 大概是 手指这里要顶着 就是这样就容易切了 就不容易切到手指了 然后切到种子了 就这样的 调出来 再继续先切 这里有实力 实力的步骤就是我们要重复的做同样东西下去 然后再一个个倒进里面 最后的步骤就是啊 倒进这个 这个 啊 我们所谓的蜜坛 这蜜坛不是我们 supermarket买那种 我们现在找那种啊 外面那些 没有放expired的 这些通常都是几十块一只 也有上一百块也有上一千 不过你要小心一些是 啊 悄咒人的一些就是 不是真正的 咳咳咳 所以看了这个之后是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这个也 跌下去了 看一下 不小心跌下去了 ok 然后检查看一下这些东西 这没有种子的 我们就先放进去 有种子我们再等下再 什么 因为这个是还是从随便那边拿来的 是不是 所以海里面还有一点冷的 你看一下这些没有种子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慢慢丢下去 这些全部都有种子 这些没有种子的 现在要拿叉 就是要拿叉 那边把那种子挑出来 就检查一下 再放下去 ok 现在只是 很细心的这样把那种子挑走 这个在里面 尽量的就是把这些种子全部挑选出来 看到这个是蛮多种子一下 这个 像是谁吃 把种子来的 ok 最快 这是完成的一粒 完成一粒之后 你会看到 大概是这么多 这个是蛮大一下的 这里到这里 应该有整 20cm左右 ok 这个瓶子方面 你可以在Tesco那边 有些Tesco有买一些 这些没有 基本上我是看到有 就刚好去买一个 然后 接下来 这里大概是五粒 五粒 然后放了五粒 五粒之后 就填满它 尽量等下 会再放下去 放完那个蜜糖之后 是我们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放去全盔 所以这些下来 就是我们就可以 继续 这个材放在一边 只能挑去旁边 同样的也是一样 ok 切的时候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 这个也是切半 切半这次就比较好 你看完全没有种植 这种是很难的一件的 像这些也是 因为它还有一些水 所以我们可以打击下去 就不好浪费那个柠檬 ok 这里也是还有一点的 这砧板 也不一定是要这样磨大 你们有多大的 就用多大 要比较使用这样大的砧板 不需要 一直整理 最后才一次过 一次性的整理 现在我们就要来切 继续切那个柠檬 里面还是有一些种植的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 不是一粒 好这下我们就把刀放去旁边 同时就这样放下去 丢美的检查 有没有 有没有那些种子之类的 好像这些有种子 我们就用叉 给它挑选出来 这是蛮大功成绩下的 因为是需要断的充破去做 我就继续放下去 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是蛮习惯做 所以做手脚会比较快一点 那柠檬位是蛮强一下的 好 当你买回到柠檬的时候 最好还是放去雪柜 给它冷藏一下 冷藏大概是半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或者是几天当你的空的时候 你再去做 看我现在是比较有时间的时候 我才去做 好 这是完成的第二粒 还有另外三粒 我们就会倒玲珑的那个 那个蜜糖下去 接下来是第二粒 蛮多水哦 好 这里也是蛮美一下的 挑选柠檬也是有秘诀的 当你买的时候 你要按一下 太硬的话就不要买 还有一点就是这样还好了 就是这里旁边很软 这样就ok 有些是硬到看不下去那种 你就 就选别的吧 还有它的那个颜色 它一新变也是好 新鲜 看那些没有那些 熬涂不平的 青柠檬是蛮简单一点的 ok 或许一些人还知道我是谁 我叫Matchong 也是股票展示之一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 在Matchong 这也是蛮简单的 调养的 然后我们这里也是同样的 每一粒样检查 每一块去检查 像这样你看到这里 你进去看的时候 这里看到这里一粒的 这里就是有 一粒种子 有时候很美的时候 然后甚至是一颗种子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做东西 然后筷子切 然后直接可以放进去 现在是第三粒 还有两粒我们就可以开始 找柠檬 然后 找柠檬啊 另外一颗就没有在一起做 我是给你看一下我是怎样做 你也是可以参考 我这样来做 只是要拿这些材料方面 就看你要进来找 送上这些蜜糖 我是在云顶的那个 郭隆仔的那个旅游区那边买的 ok 那边70块一只 还好 反正是靠近不会很远 还有很多地方好像那些 Museum Ora Asti那边应该也是有的 会 我们买些这边 就看地方了 看如果是在旁边坐啊 也是有的 没有的话也不用紧 我也是有售卖这些 你要的话 你看到这些成本 整个都不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 我大概是会卖 150张 买那些油杯之类的 当然这个只是 现在那个Cram Valley之类的 远远的话就 需要比较多 这是第三粒 你看第三粒的时候 基本上还不会已经 有这么多了 这是第四粒 这里整理一下先 把同时再去切 切头切尾 然后再 挤出来 这是第四粒 这粒就比较开始 比较没有这样美的 你看到这边 ok 我还是可以的 这种也是 没有这样多字的 好的话你看到 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照镜子的话 你看这里面比较干的 这边是比较有水的 要开始 它开始 这个再不处理的话 它会 它的质 它的那个Quality 会变掉 这里没有什么种子 还是刚刚好切到 那个种子之间 所以切到比较顺 切到种子的话 它会停顿这里 因为它 因为它 我这个刀不是讲很粒 如果粒的话 就好像 切种子好像切 底砂 这么简单 现在做完了这个 这里看到就是蛮多 种子一下 再慢慢挑选 Q下去 第四粒了 不好意思 第四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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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挑选 冰箱 然后再挑选 冰箱 然后再去 再看一下先 最 差不多要到这一颗 老板就挑选 3 为什么用茶 是因为用茶 会比较容易 穿透那个柠檬 然后挑选 那个 就不会在想伤害 跟果肉的情况下 就直接把它 带准子 给挑选出来 蛮简单 OK 现在剩下的是 最后一颗 啊 最后一粒 最后一粒的情况 就是现在 我就 你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这些就是它的 辣 OK 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要洗一洗 所以真的要蛮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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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什么 正冷水 是因为给它那个 辣看它还没有 好像这些也是没有辣 好了 OK 所以有时需要再洗多一次 就是这样 因为正冷水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里 等一段时间它就会这样 这些也是可以用手擦掉的 看它的辣已经是 啊 浮在表面上 再洗多一次 就是看到那个辣 比较明显 是因为已经是 火浓掉啊 不然的话 它是一层 这样很厉害的 所以看到它在白色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几个 好把一个就是洗掉啊 另外一个就是 切掉那个底 OK 再这样子是最后一颗了 这一颗就会 啊 比较简单了啦 现在我们就可以 基本上也是同样的 像这些还有一些果肉 我们挤挤它的汁出来 蛮多汁一下 你看一下 那不是每每颗 柠檬都有这么多汁 也是看你的那个挑选 柠檬的技巧 当你熟了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怎样挑选 一两次的失败是不用怕的 就是累积慢慢累积 你经验那边之后 你就会挑选一个更好的 柠檬 OK 同样的股票也是一样 一两次的失败 就代表全世界末了 好像有一些我们也是避免不了那些 上层公司那边有做假账之类的 也是逃避不了的 所以这也是 也不要太在乎 就当做一个游戏一样 然后当然我们也是在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所以我才分享这个 怎样制作柠檬蜜糖 这个是比外面的蛮新鲜的 因为外面他们是那种 人造的就是加工的很多的蜜糖 然后它的蜜糖不一定是蜜糖来的 它的蜜糖是呢 呃 还有它的柠檬也是只放一片 然后没有这样好喝 这功效呢 当最好最明显的功效就是 在喝蜜糖的时候 你做好是 来喝的话是 你痛痛的话 就只是会蛮不好 蛮不错一下的就是不好 它是正如算是中 呃 平 就是中性的食物 所以也是可以很常喝的 反正天气不好 是天气冷啊 热啊 什么情况之下 不是可以喝的 所以也是有美容的那个 功效的 然后记得泡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 啊 像我现在是挑选这个 这个 这个柠檬啊 柠檬的时候是因为 铁质会和那个 蜜糖产生化学作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 呃 呃 做的时候 制作的时候挑选 那些种子的时候是 好像这样挑选 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需要用到些 铁的叉 好 OK 炒酬要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会把整只的那个 蜜糖进去 整只也是蛮不便宜一下 是因为它的那个成本是蛮高 一样 所以这个一只一罐真的要 要卖到这样的价钱 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赚 然后 要刷到人工那边 你看这一个 就这样挑选的话 是蛮 啊 刺利一下 再许许像挑 这里有一段 会比较多种子 调到一些像一个洞 呵呵 如果不是用擦的话 它会更加糟糕 会伤到那锅 变成没有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接下来就是 再处理一下这边 好 你可以看这个大概是整 半了 一样手 然后接下来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先检查这个蜜糖 可能有时有一些麻油烤进去 把它清洗一下 OK 清洗了之后 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只倒米糖下去而已 就是很简单 就这样整只倒下去就对了 大家确定你 所以罐里面要洗了 洗了就要用那些干干净它 然后接下来就是 整只这样倒下去 的确是整只 整只这样倒下去 一只蜜糖都大概要等70块 OK 记得没有没有抛任何水的情况之下 就直接这样倒下去 然后因为倒了蜜糖的关系 所以 只能用那些 plastic的 茶匙 清洗一下 先 然后先看看怎样的 那个茶匙 用plastic的或者是那些 钢汁的 就好像这样的 这样的 茶匙 然后给它干水 然后充的时候要用这种 鸦片的 就是 你用plastic也是可以 但是最好是用这种 然后充的时候就 倒下去 这样 不过这个是还没有 还没有入味 通常这个 我们要液制 至少一个星期 才给它通效 OK 这样的情况我只是 给它压制下去 但是如果你看到它这样的话是它是蛮爽一下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要加一些 就是 的确是否 我就知道 大概是整只 感觉也是这么多了 现在是用到这么多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要倒满它也是可以 不要倒满它也是可以 然后为什么要买之前 因为它之前 比较稳 看到就是 这样就是做好了 OK 这不是这个14块半是 这个瓶子的 它叫起来的 OK 然后这个 基本上是有四个颜色 我是拿这两个再要演 就这么简单 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